这眼月青龙刀刀刀暴击感觉是真的强啊 nice 众所周知家人们 在所有武器当中有一类非常神奇的武器 没错 它就是我们的神话武器 对于神话武器那肯定是有三巨头 而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这三巨头的神话武器 到底有多强大呢 首先排在第三大神话武器 就是最近出来的 眼月青龙改 这番武器的攻击率12点 耗蓝量4点 但是没有暴击率 而这边满击之后 跳展必定暴击 还有一个攻速加成 所以说在这里 和武器的属性就有点矛盾 当然不管矛不矛盾 获得的方式就是赛季任务这里解锁 而今天我们要测试的对象 本来想用凝阻 但是我觉得用刺客的三级人引盾来测试 还是比较方便的 这番武器的攻击方式有ABCD S级 当它到S级评分的时候 我们可以进行一次跳展 跳展之后必定暴击 而今天它全凭这个暴击来获得 三巨头之一的称号打 来看这个金面和王 我们已经跳展了 这边我们就直接攻击 然后看这个暴击 刀刀暴击的感觉 还真不错 直接把它给秒了 好了接着呢 我们来到二村 看看这个维射机甲 能否扛住了 暴击暴击 直接来暴击 哦呦 把它逼到墙角 最后直接秒了 可以可以 再或者说呢 来到三村看看这个大王级钢铁海盗 能否扛住我们这个暴击了 好 跳展之后 我们看着刀刀暴击的感觉 哇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再来再来 继续刀刀暴击 让这个大王级钢铁海盗 来来来 直接开启狂化石刻 哇 这刀刀暴击的感觉 一下就把它给秒了 强大 太强大了 厉害 三巨头 这呢就是我们的寒光月华剑 对于这把武器 想必大家非常熟悉 我们这边本来想选 吃个三技能 但是我感觉 还是我们领主的一技能 比较适合这把武器 用领主呢 主要是想试一试 我们这个无敌旋风招 伤害到底怎么样 绝对是顶挂挂的存在 不信 咱们直接来看 好嘞 接着你们这边 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启 猎杀时刻 当然对于寒光月华剑来说 我最喜欢的还是这种 狂暴状态下的情况 我感觉绝对是无敌的存在 最后啦 作为三巨头之首的 肯定就是我们的影天剑 对于这把武器 满极状态下 绝对是最狂的存在 而且配上我们领主的 狂暴时刻 那感觉绝对在你 颠沛流离 因为它的无敌旋风招 绝对是超过 寒光月华剑的存在 接下来咱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启 猎杀时刻 当然要说最强的状态 那肯定是我们领主的 被动机能 起来之后啦 配上我们影天见到 无敌旋风掌 那绝对称得上 是一场视觉盛业 最后问题来了 家人们 你们觉得这三把武器 作为神话 我想三巨头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请不吝点赞订阅